大家晚上好 今晚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很簡單的菜式 就是 這個是韭菜炒蛋 之前分享的咖喱雞 是不是很複雜 是不是頭腦大 煮飯最重要講求快速 所以簡單一點 韭菜我先介紹一下材料 雞蛋 這種就是湖北蛋 湖北紅心蛋 是中尺寸的 不是最大那隻 我用八隻 有時候大家會問 你吃這麼多蛋 這裡有三個人 一餐就是兩隻雞蛋 多不多 其實不多 也不需要擔心 吃得多蛋 膽固醇過高 醫學上已經證明了 蛋不是你身體積聚 膽固醇的空手 放心 不過都是那句說話 無論多好吃 少吃多滋味 多吃壞肚皮 我本來沒有打算在這裡開機 因為其實很簡單 直接炒的時候 我開機幾分鐘就完成了 但為什麼我要開機呢 主要就是介紹韭菜 上一次我做韭菜豬紅 我介紹韭菜 如何選擇韭菜 今天我特別 因為是韭菜炒蛋 韭菜是主菜 我特別要介紹一下 大家覺不覺 我給一隻手 大家覺不覺 我這次買韭菜獸名名 是啊 我特意買些獸名名 大家千萬不要給韭菜的外表 就吸引了 大家可能如果喜歡吃韭菜 應該經常吃車仔麵會叫的 以前還有些出名的 譬如是韭菜豬腸 這些 很明密 現在說到我都吵了 那 經常大家會吃到韭菜 起渣 貼牙 是不是 今天我特意要介紹韭菜 原因就是 跟大家分享 如何選擇韭菜 什麼韭菜才不貼牙 現在過了年之後 韭菜是當做的 因為現在是雨水充足 通常這個時候 經常見到一些 受名名的韭菜 就比較難見到一些 很漂亮很大棵的韭菜 大家不要以為 不要 這些真是好東西 這些韭菜是不貼牙的 可以嗎 記住 韭菜 要認它很簡單 第一 售名名 我給大家量度 OK 售名名之餘 它的頭 長度 沒有太高 沒有太粗 平時 我們吃貼牙的韭菜 它的長度 即是頭 即是這個部分 這個勁的部分 就會差不多長一倍 然後很粗 那些韭菜才是貼牙的 這些韭菜 小的韭菜 就不貼牙 不過又貴一點 今天我這裡買半斤 已經 我忘記了是15-18元 比較貴的 那些粗的 就很便宜的 很划算 不過是貼牙的 OK 記住 我主要的開機 就是這裡 那些發蛋 不用跟大家分享 那 待會 要炒的時候 我再開機 這個開機 我主要介紹 這個韭菜 OK 待會見 好 大家 現在 已經切了韭菜 那些韭菜 我現在 開爐 燒鑊 其實 這個韭菜炒蛋 很簡單 新手 應該都不難倒 它 OK 燒爐 一邊燒爐 一邊做其他 那 這個蛋 八隻蛋 然後 半斤韭菜 半斤韭菜 當中 尾巴是不要的 OK 所以 大概 剩下六兩左右 那 八隻蛋 裡面 加胡椒碎 香口 然後 加油 加生油 然後 加鹽 本身 所有的調味 都在這個蛋 然後 就不 調味 千萬不要以為 哎呀 這韭菜不鹹 加鹽 千萬不要 一出水 這個菜就火了 OK 這個炒韭菜 是不用加鹽調味的 主要調味 就是這個蛋 記住 一加鹽 那些韭菜 一出水 你這個炒蛋就火了 好了 現在呢 蛋就發得差不多了 那 這個鍋 為什麼我要時間燒鑊呢 大家看不看都有煙啊 看不看都有煙啊 看不看都有煙啊 先燒一會兒 因為呢 你想惹味 想有鑊氣 這個燒鑊是很重要的 好了 這個時候 我們放油了 多一點點都不怕的 那 如果你想美味一點 就放豬油 如果你是普通的 一般的 就放這個 生油都可以的 花生油 粟米油 什麼都可以的 那為什麼要放多一點點油呢 因為我一次過之後 等一下我就不放油了 OK 好 現在呢 就放 放這個 倒菜 下去 看見到 很多煙 會搶火的 那就是證明 這個鍋呢 就 就這個是 熱了 好 不用炒很久的 隨便炒一炒就可以了 然後就放蛋了 現在一直呢 我是 用著大火的 這個時候呢 炒蛋的初段呢 大家看到 是大火的 然後呢 不要管它 我都放油都 比較鏡手 不夠多 再多些油先 炒蛋就一定要多油的 記住啊 這些是 就是不要說 投訴說 哎呀 那麼多油啊 什麼什麼什麼 喂大哥 炒蛋這家東西呢 是很吸油的 再加上韭菜 就更加吸油 大家都知道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好像炒滑蛋那樣 OK 去攪它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就不要快速攪 慢慢攪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那個 降溫降得很快的 OK 那所以呢 為免呢 那些蛋呢 你攪得太快呢 那些蛋就不漂亮了 OK 那現在攪它呢 就等它呢 就換一換位 正如是 同心圓攪 好啊 這個我就貪心了 蛋不夠 菜多個頭 那 我不是說過 炒滑蛋是不可以反的 但是呢 這個是 韭菜炒蛋就要反的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 浪了 採取浪這個 這樣的動作了 差不多可以了 差不多可以了 好 搞定 吃碗麵啦 等等 拿著碟先 那我又一路放碟 就一路是 就是 講個總結 這樣 那大家 現在才有看到的 我炒那個韭菜呢 我是隨便炒一炒的 我就不是很 就是 炒很久的 可能 講的十幾二十秒左右 OK 為什麼呢 韭菜呢 是很快熟的 OK 行不行 這是第一 韭菜不需要炒太久 第二呢 韭菜炒蛋呢 那你放蛋的時候呢 因為 那個韭菜呢 本身是有 就是有 降溫的作用 那所以 你再放蛋下去的時候 其實那個溫度 就不算是很高 降溫 降得很快的 那所以呢 韭菜炒蛋 是由頭到尾都是用大火的 OK 行不行 那 第三呢 就是 當那些蛋呢 是 炒中的時候 大家要記住 又是同心願去攪拌 不要這樣前後推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前後推 那些蛋就會斷 然後因為 那些同時間 那些韭菜在這個時候 會出水的 OK 那所以呢 你就會發現 如果你不斷推來推去呢 那就會變成 那些蛋就會起粉 那就是不漂亮 OK 那大家要記住 那同心願炒到什麼時候呢 炒到它半熟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 就是 開始 就是 翻蛋了 就好像我先頭那樣 很瀟灑地翻 是吧 那 因為我不是炒滑蛋 OK 那這個第一 第二 因為呢 有韭菜在那裡 那些蛋漿就沒有那麼容易熟 所以呢 我就要翻來翻去 好 這個時候呢 炒好了 大家覺得怎樣 效果 給大家看看 這隻碟很熱 那 那就 夠暗一點 這個 這個 炒蛋 OK 那這次呢 我就貪心了 韭菜的比例多 如果有半斤韭菜 就不會起粉 大家要記住 為什麼不起粉 是因為我 初期的時候 同心緣搞它 OK 那另外一件事 就記住了 是由頭到尾都是大火的 那如果你覺得 熱那頭的話 怕蛋會煎焦 炒焦的話 你就抽一抽這隻鑊 OK 這樣就可以了 那 做完當然是吃飯 這個夠簡單了吧 那調味的方面 就很簡單 記住了 調味呢 因為我主要的調味 就是在 這個蛋裡面 所以呢 我是重手一點的 OK 行不行 那千萬記住 不要炒韭菜 放鹽 因為這樣會令韭菜出水 這樣呢 就變成了整夜 炒蛋就不靚仔 還有不好吃的 有水 OK 行不行 現在呢 聽到嗎 我炒完之後 講的期間 不斷地出水的 這個時候出水就不要緊 但是炒的時候出水 就很大件事的 OK 行不行 做完就可以吃飯了 這麼簡單的菜 大家可以嘗嘗做的 拜拜